卡波耶拉是一种从巴西流传出来 鉴于武术和舞蹈之间的运动 里面包含了很多高难度的格斗动作 但是它的表演性质也相当的浓厚 这种又被称为巴西战舞的运动 近年来在美国也开始收到瞩目 我们现在带大家近距离接触 这种富有强烈文化色彩的运动 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一间小刑局馆里 七八个学生正在练习着一种类似舞蹈 又像是武术的运动 这是由16世纪巴西的非洲黑奴 创造出来的格斗术卡波耶拉 史蒂芬是这个道馆的老师 当时非洲黑奴受到压迫 奴隶主人为了怕他们暴动 不许他们练任何格斗术 每个星期天上教堂 是他们唯一自由的时间 于是他们就在教堂后面 利用音乐和舞蹈 来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 卡波耶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发展出来的 从表面上看 奴隶们只是在唱歌 跳舞 玩杂耍 但是歌曲和舞蹈中 却暗藏着一套武术 去训练奴隶们的战斗技能 训奴者最终发现了 卡波耶拉的真正含义 于是下令全面禁止 鬼者处死 在接下来的400年间 卡波耶拉在巴西 一直都是在暗地里 硬力传授着 由于当年黑奴的双手 都被锁链给绑住 卡波耶拉自然而然地 发展成为一套 以腿部攻击为主的格斗术 也是由于历史因素 他还富有强烈的音乐 舞蹈 甚至是宗教性质 这也是他和其他种类的格斗术 最大的不同之处 这是一个结合了 很多因素的活动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运动 或是一种舞蹈 它既是一种格斗术 也是一种人生哲学 总之 它结合了所有的因素 对练习两年的艾伦来说 与其说是一种格斗术 卡波耶拉更像是一场即兴表演 我喜欢卡波耶拉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充满了互动性 你和对手两人一来一往的即兴交流 就像是你拉小提琴 我拉大提琴 两人一起即兴演出似的 对贾许来说 卡波耶拉还是一个最好的心理治疗师 如果我哪天心情不好 我就会去练卡波耶拉 我不会到酒吧里喝得烂醉 你练闻卡波耶拉 我心情就好了 卡波耶拉一直到1930年代 在巴西都还是一种非法活动 一直到今天 卡波耶拉在巴西 还是给人一种不好的意象 我在巴西的路上跟人家说 我专程来拜师学艺 他们会问我为什么 说这是平民区里 又穷又脏的人在玩的东西 我干嘛去学艺 这样的名声到今天还存在着 但是自从解禁后 他便从受打压的地位 突然升级为国家级运动 并且迅速地散播到世界各地 近年来在美国也开始风险起来 许多大城市里都可以发现 卡波耶拉道馆 但是卡波耶拉要打入主流社会 还是具有一定的困难度 我认为挑战来自于文化差异 你该怎样让主流社会 去接纳这种外来文化 不同的影音 不同的音乐 甚至不同的专有名词 很多人接受不了 这是他们陌生的领域 毕竟要他们在公共场合 用一种陌生的语言 大声唱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活动比较新 另一方面 这不是一个容易分类的活动 它有自己的一套系统 对大众来说 或许较为陌生的系统 和在大街小巷 四处可见的空手道 和跆拳道馆相比 卡波耶拉在美国扎根喂酒 还在努力闯下一席立足之地 但是从参与者上完课后的 热烈欢呼声中 不难看出 它的确有着风靡全美 甚至是全球的潜力